为了帮助国人更好地达到工作与生疲的平衡 政府将成立相关课题的公民咨询小组 小组会有约50名不同背景的公众组成 预计将在今年的11月向政府提成建议书 这个看起来像太空胶囊的设施 其实是君乐皇甫酒店配合灵活工作制 为员工们添置的休息空间 而灵活选择工作时段的做法 也让员工更好地安排生活 人力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丽明 在参观酒店时表示 希望通过领导公民咨询小组的工作 了解各方观点更好地帮助国人 提升工作与生活的和谐度 把雇主还有职场上的一些同事们结合起来 让他们也有机会参与 怎么样地去优化职场的文化 因此我们认为 如果设立一个公民咨询团 可以让不同的观点结合起来 咨询小组将在今年的9月到11月间的 四个星期六展开全天候的讨论 有兴趣参与的国人可以上网申请 申请将一直开放到这个月的31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